古代画家笔下的作品充满了令人羡慕的灵性和才华 也可能蕴含着各种难以想象的痛苦和磨难 如果仔细观察 我们还可以知道画家常在画中的秘密哦 七喜图 徐悲鸿 七喜图是一幅作家自嘲自讽的作品 画中有七只许切 其中四只像在焦头接耳 仿佛在一轮另外三只许切 据说画中的三只许切 代表的是徐悲鸿 他的前妻蒋碧威和张道凡 复杂而尴尬的三角恋 有专家点评此话时说 图中喜鹊的眼神并没有很开心 这表示画家当时复杂而尴尬的心态 所以这一幅自嘲的画作 算是中国美术史上极为经典的艺术作品